就是鏡頭前面只有六位 但還有其他人在鏡頭後 我們一起舉起右手 一起喊個口號 我喊一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喊 好不好 可以讓右手露出來 原校畢業是我全力 原校畢業是我全力 這個嘉義 台北還有花蓮 再一次 原校畢業是我全力 原校畢業是我全力 到將臺灣捍衛到底 暫緩停辦審議 別趁疫情放水 好 我相信沒有任何人會希望 在這個時刻 我們還得被迫 要到教育部外面集會 尤其很多地方 現在都可能確診案例還不多 來到台北 這樣對他們身心的負荷 還有疫情的考量 防疫的考量 都是完全沒有正當性的 教育部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候 要在大家很焦慮的情況下 再來冒然闖關 製造更多的受害者 其實道理非常的單純 如同我們剛剛學生跟老師都說了 暫緩停辦審議 等到法規有完善的法規以後 上路後 聆聽師生的意見 做好配套措施 幫助可以立即畢業的學生 進行畢業 保障他們原校畢業權利 對於可能要轉職的教職員 有進行相關的職訊 或者失業的保險 完善的保障以後 才能減少我們